确实有让我更爱自己那么一点点 我觉得自信跟自爱其实是两回事 自我感觉一直都有点过于良好 但是爱自信的人也会有很多insecurity 不安全感 我好像可能有点恨我 Hello 大家好 我是Audrey 今天的视频呢跟网超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更多的是分享一些lifestyle的东西 我怎么样平时take care of my mental health 平时怎么样有用一些方法来帮助到自己 在比较忙碌的妈妈生活中 获得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一些每天都可以做的小的练习 让自己能真正的开心起来 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觉得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 其实真的很重要 不是说你如果天生不喜欢运动 你就在想我怎么办 哎呀我真的天生不是运动这块料 那怎么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一种运动的方式呢 不要强迫自己 首先慢慢来 可能对你来说每天的运动就是 饭后去散个步啊什么的 其实这也算的 或者说你对着just dance 跳跳舞也是很开心的一种运动 或者说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先从瑜伽一些比较舒缓的拉伸开始做起 养成一个习惯之后你就会发现 每天有那么十分钟也好 半个小时也好 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可以 有这样一段时间你是给到你自己的 你的脑子里没有在想任何其他东西 完完全全专注于你在做的那一个提示 或者说你在跳舞或者说你在散步 可以真正的让自己大脑某一部分得到放空 得到休息 专注做跟身体有关的 跟自己的身体建立更深的联系 这样子一件事情其实真的对于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理健康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然后我自己呢其实就是这个受益者 包括无论是孕期还是产后 我都有利用运动来让自己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属于自己的space 完完全全可以不用想任何其他的 focus on what I was doing focus on building this really deep relationship with my own body 也是一个你好好的把自己的能量channel到一个正向的用途上的一个方式 我们每天其实都有很多能量 正面的负面的都有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它用在一个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东西 比如说运动上面其实就很有帮助 然后通过运动呢我想讲到就是第二个对我很有帮助的是 每天花一点点时间来做meditation 就是做一些很简单的冥想 这个关于meditation我可以真的谈很久很久 我也可以多做一些视频的内容跟meditation有关 我自己是瑜伽老师 我还可以带领大家做一些guided meditation 然后教大家一些meditation tips 这些都是我比较擅长的事情 但是我在这个视频里呢 我只想简单的bring it up 我就想跟大家说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很烦躁很烦恼 有很多一时间想不开的事情 但其实可能你只是没有给自己大脑那一个空间 我们的大脑就像播放机一直在播放内容一样 你没有给自己按一下暂停 但meditation其实就是给自己这样子一个空间 每当你冥想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些有带领的guided meditation 就是有一个theme 比如说今天我想要专注的点是感恩 focus on gratitude 那你就会说一些关于感恩的mentra 说一些关于这样子感恩的话语 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么一个目标 或者说你也可以是做完全的一个安静的meditation silent meditation 你可以完完全全的一种silence之中去 好好的反思自己这一刻想要获得的那种宁静感 所以我觉得meditation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tool 我个人的话现在做不到说是每天 但是只要可以我几乎每天都会抽出一点时间来冥想 有个三五分钟也好 但最好最好是能做十分钟 甚至我非常喜欢留出一大块时间 再忙了我都想留出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的时间 来做yoga ninja practice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相当于是一种psychic sleep 你可以在一个醒着的状态来做 就是像睡眠一样的事情 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 以后有机会我再好好跟大家关于冥想 好好地介绍一下 所以如果你有关于冥想想看的内容 记得给我留言 我知道之后一定会去制作更多相关的内容给你们 第三点也是我在这个视频里重点重点想要去分享的一点 因为我觉得无论是运动也好 或者是冥想也好 可能都是需要你去创造一些条件 你可以把自己调节到那一个headspace 你才可以去做的事情 运动可能有很多 大家现在在家隔离就是有限制等等 冥想也是如果说你生活的环境不是一个很安静的环境 其实很难找到那样一种动力 一种条件可以好好的去做冥想 但我觉得第三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很轻松地去做到的 那就是做一些最最简单的肘障 做一些journal的一些日志 记录自己的心情 然后我个人呢不是属于那种每天很有动力 然后就是主动地去记录啊 什么什么的这样子的一种人 但是我会买一些一些journal的本子来帮助自己来做这件事情 比如我这里有几本想跟大家分享 也是我平时经常会用到 我不敢说每天 但是我几乎一有机会就会去用 一本就是这个good day start with gratitude 这么一本journal 这个其实是我所有journal里面最最简陋的一本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每天 I am thankful for something 然后date 然后让你写三条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也是我刚刚有提到的一个概念 叫做mentra mentra就是你脑子里不断有在回响 不断有在重复的一个词条或者一个句子 想要帮助你来加强某一些概念 来帮助你实现某一些愿望 也可以这么说 这里它就会说I am thankful for 就是你在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你其实无意中给自己大脑一个信号 就是我得想一些值得感恩的东西 我得想一些会让我会心微笑的东西 我得想一些让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东西 值得去珍惜 值得去感念 这样一个信号 这个本子既然说是good day start with 就是其实是早上用的 一般来讲 你看我可以给大家看 我其实买了这个没有很久 但我已经写了不少了 我会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坐下来 你这个花一分钟 要么两分钟 对不对 可能三分钟都不到的时间 你就可以写 但有时候我会发现 我想讲的东西好多 我会写超 就是三条对我来说都不够 我会写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 它是七天为两页这样子一个单元 所以每一周过去 你可以翻一翻 上一周你感恩的事情 和这一周有什么不同 它这么一本应该是可以记一年的量 我其实开始没有那么久 但我觉得这个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兴趣感 每天这么小小的给你一两分钟 是很值得很值得的 下一本我想推荐的呢 是Present Not Perfect 这一本本子真的非常的漂亮 A journal for slowing down letting go and loving who you are 这个句子其实对我来说 也是有很多的启发的 因为我不是属于那种 很容易slow down的人 我不是很愿意花时间 just doing nothing 但生活 很多时候我都很想要get things done 很想要体会那种 把事情完成的一种成就感 但是这个本子 其实是让你不要focus on as many goals 或者成功 或者成就这件事情 而是真的让你学会 放下很多外在的东西 但是仍然接受现在自己 仍然love who you are 对自己建立一种 更加强大的自我和自爱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它里面有很多 很有意思的想的practice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它会有让你写一写 这一刻你坐在那里 听到了什么声音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mini meditation in my opinion 你再去反思 哦我现在听到了什么声音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很静下心来的 观察自己的生活 观察自己的 surroundings 观察周遭的一切 你其实在听声音的时候 是在跟自然互动 比如你坐在家里 你可能会听到外面 树叶沙沙的声音 然后如果你在看电视 可能你会听到别的一些声音 你会放下手头的事情 来专注这一刻 专注在活在当下 这个moment 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很喜欢它里面 有些小的practices 比如说它有说写下三个 能让你快乐的东西 写下三样你不喜欢的东西 但是快乐的东西 用你喜欢的bright colors 不喜欢的东西 就用一些铅笔什么的 可以擦掉笔来写 总而言之 它是一个小的练习本 它有很多这种exercises 会让你去画 会让你去画圈 我为了这个本子 我还去买了些彩笔 感觉自己像是那种小学生 有一点点就是好玩 但是真的 玩着玩着 我还玩出了感觉 会觉得这一本书 真的确实有做到 它promise的 让我slow down了 让我学会放下了很多 手头在做的事情 学会let go 让我能够更加深的建立 跟自我的联系 确实有让我更爱自己 那么一点点 很喜欢 我觉得很棒的一本 下一本呢 我觉得是一个更大的commitment 它是52 list for happiness 这个52个list 其实每一个都有weekly theme 然后你每一周都可以去写一个 小小的一个列表 来列下那一周 你想 respond to的事情 可以随便给大家念一些 翻到哪一页 就念哪一页 它当天给出的prompt 它当天给出的这么一个小的题目 或者说是启发 我随便翻到一页 就可以大家看一下 这是第26个list 它说 list the times when you felt like you made a difference in someone else's life 让你写出来 你觉得自己为其他人的生活带来转变的时候 其实这个list可以很short 你可以支写两样事情 你可以支写一样的事情 但是你可能能想到20件 30件 你改变了其他人生活的事情 还有第32个list 就是他问你说 list the ways you can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in being happy 我觉得这个list也挺有意思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真的有多开心 或者说我们时时刻刻都是最好的状态 没有人是这样的 没有人是没事干 就是每天傻乐 除了开心 不知道别的什么东西的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 就是在不开心的时候 怎么样调整自己 不是调整自己去强迫自己来开心起来 而是调整自己 让自己知道 哦 其实哪怕我不开心 我也还是可以很好的照顾自己和爱自己 如果说这个问题现在随时给到 我可能就会想到 对啊 当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有没有什么可以fake it till I make it的方法呢 我觉得肯定有啊 比如说我可以录视频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情 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make a contribution的人 我可以去看我的爸爸女儿 就是去看她 然后会让我觉得 其实我都不用fake it I make it whenever I see her I'm happy even when she's fuzzy I'm happy to see her 比如说我可以去运动 我可以fake it till I make it even when I feel really lethargic really weak I can still fake to be strong and I am really really strong you know you're actually not faking strong you're being strong 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时间 很多跟我老公聊天 跟我的朋友聊天 跟我妈妈视频等等等等 很多东西 你不需要真的是非常好的状态去做 但是你做完了会觉得自己 其实我状态还蛮好的 就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 然后它有52个这样的list 你每周写一个 其实都可以给你反思 我之前有写过几个 我觉得都还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包括让你写就是 你特别擅长的东西啊 你平时的一些personal routines 它让你列完之后 它还会小的练习 比如我列完 list the routines in your personal life and work 然后我写完了等等等等 然后到最后 它说take action circle all the routines that bring you joy and cross out all the routines that you dislike what is it about the circle routines that bring you joy 所以我就真的go back 然后把所有我喜欢的东西都circle 然后cross out anything that I dislike 最后我就想了一想 真的我circle的东西是大部分 我为什么enjoy这些circles 因为它们真的有 uplift my energy uplift my mood make me a happier person make me a stronger person you know all kinds of things 有的东西 你哪怕不喜欢作为routine的一部分 但是你也要知道 其实很多东西 本身就是在你完成它的时候 就已经在不断的给它增加意义 这个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小本子 我觉得它是一个commitment 因为它有52个list 你每周都得写一个 最后还有一本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 更多是一个跟自己对话的一个小本子 叫做the self-love journal 这一本日志呢 它里面全部都是writing prompts 你可以写很多小的文章 短的说answer 小的回答 来记录一下自己当下的那一刻的想法 这本书它说是banish self-doubt and learn to love yourself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practice的 虽然可能我平时on the camera i seem quite confident i seem quite happy 我觉得我也确实是一个比较confident and happy person 我in general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自我感觉一直都有点过于良好 但是我觉得自信跟自爱其实是两回事 而且我觉得在自信的人也会生活中有很多insecurities 有不确定的东西和不安全感 对我来说我可能很多时候真的把自己的自爱建立在一些自我肯定和成就上面 就是我把这个self actualization看得太重 Muslo那个定律里面的真的很想实现自我价值看得太重 很多时候在那个过程中就像是在climbing a mountain 在不断爬山的过程中 你真的会有的时候因为太过重视那个目标想要完成的东西 而忘记了去好好照顾你自己 忘记了好好去take care of your feelings 我经常会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产生一种会质疑 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总觉得自己没有live the best version of myself 因为可能就是对自我期望值有时候定的不是特别特别好 但这本journal真的有帮到我去好好反思一些我忽略的小的细节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里面的writing prompts 比如说它会让你 哦其实我觉得这本真的很sweet 这个journal就像是你的一个secret silent best friend一样 它会开始让你identify a close friend or family member who can be a confident or support partner and go through the process with you make a commitment to communicate with this person at least once a week for the next month 它就是真的让你通过这本journal 去reach out to people around you and to really open up about your inner feelings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都很难去真正做到open up 我大学有上过一节治愈系写作的课有帮到我很多 我们很多时候治愈自己最大的mental block 其实是我们对于跟他人亲密关系的一种不确定性和不信任感 这种不信任感不是说我们actively会去意识到 哦我其实很难真的相信别人 我其实很多很多的feeling只是keep to myself 其实我们大家都会这么做 但是当你真的能够去reach out 你能主动的去敞开心扉 大部分时候你会收获惊喜 而不是惊吓 真的是这个样子 我很喜欢这个journal里面的小练习 有很多很多诸如此类的好的练习 让你能够真的build a deeper connection with yourself 我的宝宝nap醒了 我现在就把它接下来 然后我们继续录 这个小可爱nap醒了 这是哪个小可爱 这是一个nap起床了的小可爱 你还笑 好了好了来 你成功 女人你成功多得了我的注意力 好了我们继续录 我刚刚讲的所有就是我平时会写的 Personal Journals 你也在看妈妈 你也想跟妈妈一起玩 想跟女 好坐妈妈身上啊 乖 就这样 然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 正好她在跟家庭有关的 一些你可以跟自己的 boyfriend girlfriend or you know your partner 一起去记录的journal 能够真正的 帮助你 enhanced家里的一些 帮助你enhanced自己 与周围的人的亲密关系的一些journal 我有三本 我老公可能有点恨我 因为我每天要写三本journal 但是真的很好啊 第一本呢是这个 one question a day for you and me three year journal 这个是要写三年的 但是它里面只有一年份的问题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写呢 我翻给大家看看 就比如说你今年写了第一个答案 你明年会revisit这同一个问题 写第二遍不同的答案 或者一样的答案 然后第三年呢 你会有机会写第三遍 一样或者不一样的答案 好你去看书吧 你要去看看吗 这一本呢 我觉得它里面的问题 都是属于那种比较轻松 比较好回答的问题 我一般写这一本话的时间 会稍微少一些 确实有帮助我们互相communicate 随便念个问题给大家看 就按刚刚翻到的 8月17号的问题 它说 What are you searching for? 你也觉得好想 What are you searching for? Are you searching for a teacher? You were searching for a mom? 你在寻找什么? 你可以literally say I was searching for my pen You know 你也可以说 我在search for something deeper in life search for meaning 你可以写任何东西 然后它也有一些 很简短的问题 它会比如说 问你们一些 Oh the most recent development in our relationship was something 那你可以自己定义 你觉得什么叫做development 对不对 爸爸 嗯 你也懂得啊 你也懂得 对不对 好 我觉得这一份的问题 也特别有意思 我特别喜欢这一份的问题 叫做our Q&A a day 它是365个问题 一样的 还是那样写三年 然后也总共有 2190个shared answers 这一份的问题呢 我觉得就相对来说 会更spicy一点 还挺有意思的 它说 比如 我就随便quote 一个6月17号问题 它说 What's one quiet dream you've tucked away 这种问题就是说 你可以去定义 它问的到底是什么 什么叫做quiet dream that you've tucked away 你可以说就是 you know 人生中的 理想方面的dream 你也可以说 actual dream dream you know the dreamland dream 就是我觉得 这些问题 都还挺有意思的 它还有个问题 比如 What kind of contest Would you easily win together 这种问题就是很有意思啊 你们作为一个couple 你们可以去参加什么 可以easily win 明明 你跟妈妈参加什么 会easily win呢 发甲 明明是要发甲打甲 有求必定打甲 还有一本 我觉得问题 最最有意思的是 A year of us 这一本 A couple's journal One question a day to spark meaningful conversation 那 这个颜色好像明明喜欢的 明明是 我也想看 好 慢慢翻给你看 我来随便念一个问题给大家 这个问题我没有回答过了 他就会问你 比如说 如果你可以穿越时空 你想要去哪个地点 哪个时间点 在哪个地点 你要去哪里 你要回你的喵心 对不对 你是喵心来的 所以你要回喵心 对不对 那个袖子怎么脏了 等会给你去画 刚刚吃 刚刚吃虎食的时候 还有 对呀 还有比如说 If you have to spend 24 hours with your nemesis or 24 hours with my nemesis Which one would be easier or harder for you and why 就是很多很搞笑的问题 特别有意思 还有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 比如说 Who do you think taught you to celebrate life when you were growing up and how 就是这些能让你真的更加感恩生活 或者说回忆往事的这样子的一些问题 就它又有严肃又有轻松 又有很真诚 又有很搞笑 无厉头的 我觉得这本真的还挺不错的 就挺喜欢的 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这样quickly wrap up一下 然后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能够让自己平凡生活 获得更多小切心的一些方法 对呀 就像刚刚妈妈跟镜头分享的那样 有的时候呢 我也不是常常都开心 我也会觉得很无奈 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累 觉得会迷茫 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走 但是这样子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我 我知道for sure it can help me fake it until I make it 我看到我的云的女 我就知道了 你也是这样子的一个 像亲爱 对不对 他现在超级不喜欢面对镜头 是不是的 我们来做个试验好了 他就会look away 然后会偷偷地看 他会觉得camera就像是另一个人一样 嗯 还蛮好玩的 好 妈妈带你去玩了 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见 如果大家喜欢之类 跟生活有关的内容 就给我留言告诉我 给我一个thumbs up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订阅我的号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走散啦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你跟我不会下次再启 我们每次每个都在一起 下一次再见 拜拜 哦 这不是你的work吗 拜拜 打电话